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共旨共享 全面小康 扶贫 Z时代 2025和2035等等 所以在这首歌当中呢 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包含了满满的正能量 同时也向大家传递了更好的品质 不仅如此 王一博呢也再次登上了北京卫视 录制新的视频一起助力冬奥会 再次产现了新时代的正能量 青年偶像身上的美好品质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我们跟随一博的脚步一起在他的引导之下 做一个善良温暖正能量的人 在很多的时候流量加深的明星 做起公益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总会被人戴上有色眼镜去看 可是如果真的能够保持五感的 也是少数的 或许在这个社会当中呢 在这个娱乐圈秉性纯良的人也并不少见 但是难得的是 即使被卷入到名利场 但是即使抛进了大染缸 甚至走上了顶流 被资本青睐 在一切温柔的陷阱中 模糊双眼的世俗中 也仍然能够保持一份真诚和纯粹 能够保持那份帅真和直爽 才是最难得的 每个人都无法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 存在喜欢你的人 肯定能够在能量守恒的另一端 就有很多不喜欢你的人 我们不强求所有人都懂 都知道都看到 坚持心中的自己 喜欢自己认定的人 王一博便是如此啊 只做一个他自己想做的人 无畏无惧 不愧不做 他不是一个对事情做到 一个考虑周到 不是每件事情都十分感兴趣的人 但是但凡是他感兴趣的 他喜欢他所坚持的 就一定会拼尽全力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18岁喜欢的事情 到了81岁也还要坚持 喜欢一个人喜欢偶像 不是去做偏激的粉丝 不是只能够在嘴上说 在他心里念着他 眼里容不下别人 而是他的身上 可以看到更多对我们 为爱自己的刻画的模样 看到更多对自己的情绪 和所要想到达到的 或者是理想中的完美的模样 通过喜欢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朝他们看齐 以他们为榜样和目标 这是真正的粉丝 向后的距离和相处 而不是因为的 用自认为的喜欢 用自己的方式 去给别人带来困扰 给偶像带来烦恼 只有真正喜欢一个人 才会想有所思所感 自己所做的一切 会不会成为他的负担呢 才会在意自己的言行 是否会成为别人 对他的一种衡量和印象呢 新海航流 岁月依旧 或许我们见过 许许多多在舞台上闪耀的人 见过太多身上散发着光的人 但最后再多转转 依然爱他 那也是因为他值得 不管是认可褒奖 或者是质疑 或者是无感 我们不可苛求别人是完美的 却期待他自由且纯粹 不管是对于王一博 还是对于你我的每一位粉丝 做不到万事尽善 但是尽美却是可以行之于善的 王一博的努力 都在每一次不同的尝试中 都可以看得到 从17岁出道到现在 他在不停的蜕变 每一分的进一步 都付出了清醒的汗水 除了要感谢 每一位他遇到的人 每一位他人生中的导师 最重要的是 他有正确的认知 清醒的头脑 还会带给所有粉丝正能量 或许像他优秀的人很多 甚至比他优秀的人也不少 但是我们知道 比他更真实的人却不多 他的存在是娱乐圈的清流 更是一场娱乐圈 这个阳钢里边的意外 同样也是你我 与他相遇的幸运所在 吃高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